温客行 你又在发什么疯 我疯才是常态 不疯 你们反而更胆战心惊吧 你为何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无故杀死白无常 为何要让我的姑娘们 四处散发青崖山鬼那半雀割咬 你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别拿容忍当纵容 温客行 我 谷主请息怒 主人 她是关心则乱 我们也只是关心谷主 想要更好地为您效力 千巧 你起来 你怕她是吧 我不怕 西桑鬼 你退下 本座有事要单独吩咐厌归 温客行 你现在是翅膀硬了是吗 主人 主人 起来吧 谷主 厌鬼斗胆 请您宽恕主人的无礼 您的所作所为皆有深意 我们只需遵从 深意 我只是突然想杀人了 能有何深意 无常鬼不安于事 蠢蠢欲动 您杀了他的左膀右臂白无常 乃是敲山震虎 厌鬼 你可知揣摩上意的家伙 一般都是何等下场 为一己私利才是揣摩上意 属下一片忠心 只想为谷主和主人效力 属下问心无愧 你放心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本座有另一件事情 需要你去做 是 属下听命 你的易容术 可是习自四季山庄 是 那你可有去过 不曾 属下童年时机缘巧合 曾与为江湖义人 有过一面之缘 一犯之恩 那位前辈同情属下命容损毁 所以授以易容术 仅此而已 此人便是四季山庄庄主秦淮章了 正是秦前辈 听闻四季山庄 听闻四季山庄是个中年繁花盛开 很美的地方 你既然和秦淮章有这般渊源 那你为何没去逛逛 那你为何没去逛逛 属下既已入鬼道 便不会再留恋世间的繁华 只想一心效忠于鬼谷 效忠于谷主 是啊 我们是鬼啊 鬼见了光 是要灰飞烟灭的 只能让人一边 静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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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大雨